半年用完的身體乳液總共有這兩次一試乘主顧 超級喜歡的 它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令人覺得很肥 可是又很醉 可是又很好吃 哈囉大家好 我是Peachy 今天的影片是半年一次的空空賞特集 今天有非常多近半年用完的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在看我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半年用完的臉部保養反而比較少 因為我覺得我近半年好像是用了蠻多新產品的 所以就很多產品一直輪著用 反而像是身體乳 我不知道為什麼用完超多的 我不知道我近半年是怎麼回事 整個狂用完身體乳 然後我今天的影片除了分享這堆 我用完的保養品或是生活用品之外 還會跟你們分享我吃完的 好吃的零食 說真的我還蠻喜歡網購零食的 可是我喜歡網購零食的路線是比較偏向 在台灣買不到 就不是一般Saven或是便利商店買的到零食 我喜歡買那種日本代購的零食 或是可能美國代購的零食 這類型的 所以影片最後呢也會跟你們分享我吃完的零食 那我也有留下來一點可以直接來吃給你們看 那我先來從用完最多的品項來講 就是 身體乳液好了 近半年就很想嘗試一些 例如比較偏香氛類型的 或是一些脂脆的保養的身體乳液 然後我近半年用完的身體乳液總共有這樣子五罐 這個是LORA賣場賣的 這個品牌叫 BONCO B-O-O-C-O 然後好像是韓國的品牌 那這款我覺得它的 滋潤度還不錯 適合 應該基本上春夏秋冬都可以 然後它的味道非常療癒 它是有一點那種草本植物香味 那這一個我覺得它用起來的使用感受和整體 潤澤皮膚的效果都很好 而且它不會太過於黏膩太過於厚重 可是唯一的 我覺得有一點 可能不會讓我回購的點 就是它這一罐還蠻貴的 因為它才300ml 就身體乳液本來就是一個用了比較快的東西 所以如果它 少少的然後 單價又高的話 我就會期望它有比較特別的功能 或是像我等一下有介紹這個 LABO的 它就是因為它的香味比較特別 它的一切表現其實都還不錯 都有七八十分的感覺 但就覺得沒有到令人太驚豔 然後加上它的價位也不便宜 可能不一定會回購 因為我買完之後 我不會不喜歡 可是就會覺得 還好這樣子 然後下一個身體乳的話 是艾維諾的這一罐 這罐算是我比較近期用完的 然後這一罐是 蜂蜜杏桃優格保濕乳 這罐我同時還要買另一個燕麥的 然後其實艾維諾的保濕乳呢 我覺得用起來 更滋潤一點點 比起剛剛那個崩口的 我覺得它的香味相對來說是比較溫和的 可是它這個燕麥香呢 我覺得 可能不是每一個人都那麼喜歡 艾維諾我覺得可能更適合 皮膚敏感的人 你用起來就會覺得 不會有那種 刺癢的感覺 這個好像是 主打 適合皮膚敏感的人的 皮膚就對了 然後 接下來是 這個 理膚保水的這一罐 保濕乳 我不太確定它的 中文名稱叫什麼 然後這罐呢 它的潤澤度又更高了 它這個其實比較適合 類似 有在做雷射除毛 或是像我平常做 腋下的光學除毛 又或是你平常除毛之後的 乾癢皮膚適合用的 因為這個我在 日常用的時候 我會覺得它的負擔感 有一點重 那這個我特別喜歡用在腋下 或是 手臂剛除毛完的情況下 就會覺得 不會那麼癢 因為我自己做那種雷射除毛 光學除毛的時候 有時候做完當天或是隔天 那陣子 我的那個地方會覺得 比較癢 或是比較不舒服 那用了這個之後 真的舒緩的效果 改善蠻多的 雖然艾維諾這個也是主導說敏感 皮膚可以用 可是如果真的除毛完之後用 我覺得艾維諾的效果又有一點 沒那麼夠力 這個時候用 理膚保水 它的舒緩的 效果會比較明顯 我應該會想要持續回購 然後接下來呢 是這一罐 這罐是 茶子糖的 這個是荷葉保濕乳液 那茶子糖應該算 也不知道算不算專櫃 因為它其實大部分購買的通路 就是在 成品那種百貨 那這罐呢 我之前是出去 小琉球在他們的民宿玩的時候試用到 我就覺得 它的味道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保濕效果也很好 它的保濕能力 大概跟韓國這個bunko差不多 然後他們的味道都是屬於天然脂脆的 比較偏療癒 那種路線 草本的路線 那茶子糖這罐我會買 其實也是因為我當時 我對這個品牌的 產品還蠻有興趣的 他們家都是走那種 很 天然 就是沒有什麼太多 其他添加物的 產品路線 然後我實際用了 我也還蠻喜歡的 它主要就是偏那種 佛手乾 然後 可能 精油 檸檬的 香味 那如果你是喜歡這種類型的話 其實這兩罐都可以買 身體乳的最後一罐呢 是這個 Lalabo這一罐 Rose 我買的 味道是Rose三一 就是他們的 檀香玫瑰吧 這罐我會買真的 完全完全就是為了這個玫瑰味而買 因為論它的質地保濕度嗎 或是它的潤澤度其實都沒有剛剛那幾罐平價乳液來的還要好 我會想要買也是我想要當作那種 身體 白天的身體乳液用 因為我其實一般是只有晚上睡前會擦 那白天的話我是想說 這種味道呢 就可以當作 取代香水來用 擦上這種身體乳液會比起你 噴香水還要來的自然一點 就不會那麼像香水那麼強烈侵略性那麼重 所以我那陣子就很想試試看身體乳液 除了用完的Lalabo這一罐之外 我還有用Sabon的玫瑰身體乳 其實他們這兩罐都非常適合白天來用 因為擦上去都是有那種香味的續航力的 可是同時又不會覺得 香味道太刺鼻 因為畢竟是要留在身上的香味 所以我不希望我身上的味道太過於廉價 像我之前就買那個Vedoria的秘密 它的味道真的就是廉價的飽 我用了一兩次我就不想再用它了 我跟你們說如果你們真的喜歡那種玫瑰味的話 Lalabo這罐真的非常非常讚 它的玫瑰味是 就是有一點木質調的玫瑰 所以你聞起來不會覺得是 很甜或是很膩的玫瑰香 那相對來講Sabon的我覺得就比較 就會比較有一點微醺有一點酒香感的那種玫瑰香 這兩罐的氛圍我覺得不太一樣 Lalabo這罐我覺得比較成熟味 然後我用下來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它 在身上散發的那種 很有質感的玫瑰香調吧 所以如果你是 好奇的話其實可以買買看 但是我不會說我一定會回購 因為畢竟它這罐也要 我記得我是找代購買 也要1300左右 1300-1500吧 就真的不是一罐平價的乳液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味道的話 我就可以買買看 然後當作 取代你的香水來用 這樣子 那再來是 少數的臉部保養 化妝水是這一個 ONE SIN ONE SIN我之前有在一部影片就是被YouTuber燒到的好物跟你們分享過 然後我現在也把它用完了 我目前用光都是雞雪草和 好像魚心草吧 這兩罐 可是其實我有三個口味輪著用 另一罐是愛草 就這幾罐我都輪著用 說真的我有時候都交替的用 所以我有一點感受不出每一罐它 主打的功能到底 是不是真的有那個效果在 但其實它用下來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溫和 然後適合天天使用 甚至 我最近喜歡拿它來濕膚用 那如果真的要說改善 明顯改善膚礦的話 其實我最近會比較喜歡 比爾犬的 奇蹟水 反而這罐我覺得 它不會 我覺得它改善膚礦的效果 不會那麼明顯 但是它 讓你皮膚穩定的狀況是還不錯的 那我喜歡濕膚是因為我前陣子 長痘痘 然後我就 手劍去擠痘痘 我就那個痘痘 痘巴那邊一直會泛紅 然後紅紅的都退不掉 那我那陣子就會用 艾草來濕敷 或是積雪草來濕敷 反正我就是 拿到什麼心血來濕 想拿哪個就拿哪個 就拿它來濕敷 那他們濕敷的鎮定效果真的還不錯 所以比起單純當作化妝水來擦拭 我覺得 one thing的化妝水 好像更 對我來說 更喜歡的用法是拿來濕敷 這樣子 然後用完之後呢 我應該是會回購的 可是我回購的 口味我還不確定要回購哪一個 可能會回購艾草 因為我覺得艾草退泛紅 鎮定的效果好像還不錯 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 臉部的精華液 精華液這次用完的是 這個 蘭蔻的小黑瓶 還有另外是 綠藤的 直脆保濕精華液 那蘭蔻的小黑瓶好像 不需要多說了 就是它是一個會一直待在我保養品櫃裡面的 好用的 算前導精華液 它對於後續 皮膚穩定啊 還有後續 保養品吸收效果也都還不錯 我是算是想到的話會回購 可是我不會說沒有就 很心急的一定要去補貨 好然後再下一個是 綠藤的直脆保濕精華液 說真的我用完 我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還蠻普通的 所以這個綠藤的這罐我可能 不會想要回購 所以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心得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是 偏向乳液保濕乳的部分 其中一罐是加蛋尼爾這個 積雪槽保濕乳 其實這罐我好像已經用了蠻久了 可是一直沒有跟大家分享 那這罐我覺得也是屬於那種很溫和很溫和 然後適合白天使用的精華乳 因為它的保濕能力呢 以我的膚況來說 我覺得 對於晚上會有一點不夠力 所以這罐我算是覺得 比較普通一點 可是它也不會不好用 就是一個普普通通安全的產品 那再下一個用完的呢 是這個 碧兒泉的 降噪凝凍 這個真的是我非常非常近期用完的 因為我 真的用到太喜歡了 然後這罐是我已經立刻有回購 第二罐然後也都有固定跟他們合作的一個保養品品牌 碧兒泉這罐 降噪凝凍呢 我真的是一開始用的時候覺得還好 我就 說真的 我以前不是那麼喜歡這種 凝凍類型保養品的人 可是用到這罐我之後 我真的對凝凍有改觀 我的使用習慣 我是白天上妝前來用 然後它真的超級超級適合妝前用 它會讓你的底妝和粉底變得超級服貼 那如果你有再搭配他們家的奇蹟水 或是他們家的精華液的話 整個膚況改善的效果會更明顯 而且它的膚況改善是會讓你的皮膚 變得從裡頭亮到外 如果你常常 底妝浮粉 或是不管你用到什麼粉底液 都覺得皮膚很乾的話 可以試試看妝前加一個這個降噪凝凍的這個程序 再來接下來是洗褻的產品 那其實我應該還有幾樣 但是我沒有留著 所以目前這邊有留著的是這幾個 卸妝的話呢 我目前服役中也是一直一直愛用的 就是這個妮威亞的眼部卸妝液 這個之前是有人推薦給我的 然後我也看很多YouTuber推薦過 我就去試了 真的是一試成主顧 超級喜歡的 它卸眼妝的能力超級好 會卸得很乾淨 而且卸完是不會讓你眼周皮膚變乾的 然後另一個用完的就是KISS ME這個睫毛卸除液 應該我也不只用掉一罐 只是我可能沒有 都留著 我就想說留著一個代替就好 就讓大家知道 這個真的很好用 甚至有時候如果你是出門在外 或是你有時候去外宿的時候 像我有時候會去住男友家 我就不會再帶這罐眼唇卸妝液 因為這個太重了 我就會直接帶KISS ME這個 睫毛卸除液卸睫毛 然後等它稍微溶掉之後 再用卸妝油卸全臉 其實這樣子也是OK的 只是我平常如果我想要完整一點卸我的眼妝的話 我會習慣 先用KISS ME這個睫毛卸除液 然後再用這個敷掉 你的眼妝就會卸得超乾淨 什麼內眼線、外眼線 什麼防水型睫毛膏都卸得掉 這樣子 那洗臉的產品呢 有用完的是這個 白瑋23.5的 洗顏慕 還有另一罐是那個 之前我跟你們分享過 是LORA賣場賣的 蛋白洗面乳 粉刺無中那一罐 那那一罐因為我已經有回購第二罐 然後有一罐快用完我就直接發現我男友家 就偶爾去來用 所以現在也沒有在我手上 不過那個 也許下一次空空賞會出現 那這一次空空賞的呢 就是這一罐 白瑋23.5的 這罐洗顏慕斯呢 我之前有跟他們合作過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是 非常非常適合 你如果是敏感皮膚 或是你的 皮膚不喜歡 清潔力太強的洗臉 洗臉的產品的話 你一定要試試看白瑋的 白瑋他們家的產品是 有 足夠的清潔力 可是它又會讓你的皮膚是 溫和 不會刺激的 那再來是如果你的平常只是淡妝 或是你 常常只差一點防曬 妝前乳的話 用這個也蠻夠力的了 再來還有一樣北緯的 用完了是這一罐 米脆凍膜 這個我用了一個 用完一罐大罐 然後也用了一罐小罐 現在 也有一罐新的這罐服役中 這個米脆凍膜這件事 看OPRA非常非常推薦 然後 我就想說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米脆凍膜 其實它的單價算是 介於開架和專櫃之間 因為我之前在查評價的時候就看到有人分享說其實它這個 價位不便宜 可是又沒有什麼太大明顯的感受 那我自己用下來覺得如果你的皮膚沒有問題的話 用這罐確實不會有感覺 因為它就是舒緩 就是鎮靜 然後 消掉泛紅的那種感覺 可是如果今天我的皮膚在處於一個健康的狀態 我用這個不會有感覺 但有幾次就是那種我突然用到了不適合的保養品 或是我突然 臉部一塊一塊紅紅的時候 或是有時候會過敏 像是 我有時候去我男友家 然後因為他叫我養貓 所以我有時候會對貓毛過敏 那那種時候 就是你不管 擦什麼保養都沒有用 反而會讓臉更不舒服 那我就會選擇全部都不用 我就只敷這一罐 卑微的米脆凍膜 它真的 立刻讓我皮膚 退泛紅 然後鎮靜的效果 非常非常好 所以如果是 你有這種需求的話 其實我覺得貝整一罐在你的保養品櫃中 是蠻有用的 因為有時候我就是會有 突然覺得我的皮膚為什麼 就是一塊一塊紅紅的 可是我就是也找不到原因 那這種時候如果要上妝的話 其實會蠻麻煩的 因為你的皮膚就處於一個有點燥熱的狀態 反而會不好上妝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先敷一下這個 北尾這一罐的凍膜 那真的就會皮膚變的瞬間 比較保水 然後比較透亮 那同時又會有那種鎮靜的效果 所以真的蠻推薦 如果你有時候會有這種 皮膚團燥熱的問題的話 需要一個北尾這一罐的凍膜 這個算是我覺得 如果沒有它 我會有一點點小荒的那種保養品 接下來是髮品和一個 生活 算是生活用品吧 髮品的話就是這個 卡絲的精緻柔玉露 這個呢 好像不需要我再跟我說了吧 就是我最愛最愛的髮油五物 我記得之前好像有人問我說 值不值得投資 或是說這個可以用多久 因為這一罐呢 其實你們看卡絲這罐 雖然它貴貴貴 我有點忘記實際多少 但可能 2000以上 雖然看起來好像 只有100ml有沒有 可是 我跟你們說這個100ml真的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因為卡絲它的 滋潤度和保濕度都非常好 所以你通常用一次的時候 你只要 這樣子擠一次 甚至 我的頭髮長度這樣擠一次就夠了 然後甚至如果你的頭髮再短一點 可能擠半下就可以用完整個 你的頭髮 整個你的髮絲 所以它的用量真的 非常非常省 我這樣子一罐喔 都至少可以用 半年 不是問題喔 如果有預算的話 真的一定要買 如果你預算真的 比較有限的話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我想不到耶 髮油我好像沒有想到其他 評價的品牌 再來下一個是這個 這是 中文名稱叫什麼 它是shower oil 就是有一點像是你可以當作 泡澡用的精油 或是你可以當作洗澡前抹在身上 然後再把它沖掉的那種 類似偏放鬆 增加生活一次的一個身體油 然後這個我是在 Lookfantastic上面買的 這個品牌好像是一個 英國的 芳療品牌 那這個東西呢 它的味道說真的 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的 高粱酒香味 可是它的酒香呢 我覺得聞久了會覺得蠻舒服的耶 然後這個其實我 蠻久之前有在 Lookfantastic的購物分享裡面 跟你們開箱過 然後現在我也用完了 這個我必須說它不是一個 生活的必需品 可是 如果今天 你有了它之後就會覺得 你有時候洗澡的時候 很放鬆很療癒 那因為我自己雖然我家有浴缸 可是我現在沒有那麼常泡澡 所以我用法是 就算你沒有浴缸 你可以當作 你在洗澡之前 用這個 塗滿全身 然後稍微按摩一下全身 然後可能稍微 在等待這五分鐘 你可能就先去 洗洗臉 先些妝 然後之後再用熱水把它沖掉 那沖掉之後 你會覺得你的身體 特別的放鬆 那你當天晚上真的會非常非常好睡 總體來說其實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那接下來讓我們進到 會令人很開心的零食的時候 我先來喝個 茶 因為想說可以邊吃給你們看 我就帶個茶來喝 這是我最近很喜歡喝的 是美昭的 熟腸紅茶 這罐超好喝的 單喝就很好喝 或是你要加牛奶加燕麥奶也會很好喝 就會變成紅茶拿鐵 這樣子 零食的第一個呢 我現在分享一個有點貴貴的高級的零食 是這一個 鐵盒餅乾 這個我是找日本代購入 然後他真的 頗貴 然後我會買他其實也有一部分 覺得這種鐵盒可以留下來用 所以我最近非常喜歡買這種鐵盒餅乾 然後這個是日本蠻有名的 他叫艾許 我第一次是買這個白色的 現在已經沒有了 然後我當時是一收到一打開 哇靠 他的那個奶香味超級重 超級超級香 可是因為這種餅乾就是吃起來相對比較油一點 所以我 吃這個的時候就是 一次只能吃一片兩片 這兩盒買下來我是喜歡白色盒的口味 然後現在藍色這一盒還有 所以我這個我可以吃給你們看 這個藍色這一盒我就覺得有一點還好 所以如果你們有想要買的話 我很推薦他有一個方形的那塊餅乾 那塊超級好吃的 你們看他是這樣子 而且他色澤很好看 他是這樣焦糖色系的 然後 這個真的是 一拿到你就可以 很明顯聞到一個 很香很香的奶油香 然後 然後 這個圓形的我覺得他吃起來比較鬆軟一點 你們看他的臭面 他鬆軟的程度是有一點像那種 軟鬆餅的感覺嗎 這種日本的鐵盒餅乾未有買過其他家 可是有幾家吃起來就是會覺得 普通不難吃的餅乾 可是愛許的就是真的是吃到會覺得他是一個 好吃的餅乾 我的形容會不會很籠統啊 總之這個呢 我覺得可以嘗先看看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喜歡花錢 買那種日本的特殊零食的話 可以試試看 而且這個也不是你想買就買得到 這個號稱什麼 拽拽餅乾 他真的很拽 如果你要去買的話 好像還會限制你 這種一盒你只能買幾個的那種 就你不是想買就買得到 然後下一個呢 是JESSICA 他自己的品牌 這個我很脆的餅乾 這個我當時是 一次買了好多個喔 然後 其實我收到之後覺得 自己有點發瘋 為什麼買那麼多 有一些我就送給朋友 因為我覺得我買太多 我根本就吃不完 我現在有各留一包下來 想說可以一起吃給你們看 大家如果有follow到的話 就JESSICA自己最近出了一個 品牌叫我很脆 然後他這一個呢 是還沒有完全定案的版本 就是他有點像是 先出一個0.5版本 然後之後 收到大家的一些反饋之後呢 會再出一個正式的1.0版本 一個是牛奶起司口味 然後一個是 鬼椒檸檬 說真的我 一開始在吃他的時候啊 他不是那種 低口吃下去 會像前面愛許的奶油餅乾一樣 那麼令人驚豔的 可是他吃 久了 你會發現 你會忍不住 一直吃 一直吃他 然後就會覺得 有一點停不下來的那種程度 他的樣子 我覺得有一點像 嗯 薯條樣子嘛 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他吃起來 非常非常脆 你們可以聽 聽他這個聲音 聽他這個聲音 然後咬下去之後呢 會入口即化 這樣 牛奶起司應該算是我覺得大眾的人都能夠接受的味道 可是他的 起司味又不會到很膩 這個是我覺得很適合家常的一個零食 日本零食我常常會覺得就是吃一個精緻 我會覺得是吃一個幸福感 可是這個就真的是很適合家常 然後 擺在那裡的一個 固定必囤貨的零食 那種概念 開這個鬼椒檸檬給你們看 鬼椒檸檬一開始覺得好辣 可是我後來發現 吃久了我有一點 更喜歡鬼椒檸檬 他的那種辣味是有一點 香辣 不會麻 他剛吃咬下去的那一瞬間呢 不會感覺到辣 可是融化的時候 就會在嘴巴散發那種 一點點香辣的感覺 就我覺得至少 如果你不敢吃辣的話 還是可以嘗試的 再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呢 是這個 這是美國Trader George的 巧克力脆底薯 那這個我是跟代購Tanny的時尚小窩買的 令人覺得很肥 可是又很罪 可是又很好吃的 那種巧克力的脆底薯 這個我常常下午剪片的時候 就想吃一點點 甜的東西 甜的餅乾 然後吃了這會忍不住 就是一根一根 一直拿起來吃 這個餅乾真的超級好吃的 他的脆底薯外面是夠脆的 然後他的 巧克力餡料很滿 給你們看 他的切面 側面 這樣 巧克力控或是 甜食控的最愛 欸這個我真的會 停不下來耶 他裡面就這樣 一根一根的 不過因為就是 美國這樣買 再買回來 所以有時候 我收到的時候有幾根 他會有一點斷掉 可是斷掉的情況不明顯 就頂多變成兩半 可是不會整包 斷成 一小結一小結的 因為吃這種脆底薯 就是要 一整根吃才爽 所以大部分的狀況 都還是蠻好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買 你們看 他巧克力餡還爆炸出來 好的那這就是今天的 空空賞加上我的 零食空空賞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 然後如果你對這些產品 也有其他心得的話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這樣子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